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射雕英雄传官宣杀青 爆料下部距12月开机 是无缝衔接 近日 网上有博主爆料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要杀青了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尽管这样的消息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按照时间线来看 确实快要杀青了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还爆料肖战下部剧是藏海戏林 会在12月上旬开机 如果是这样 真可谓是无缝衔接 没有一丝缝隙 据悉 网上有知情人爆料肖战主演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还有一个星期就要杀青了 更重要的是 肖战下部剧藏海戏林已经浮出水面 112月上旬开机 无缝衔接 其实这则消息一直都在热搜榜上 不止一个人爆料肖战下部剧是藏海戏林 甚至还给出了所谓的演职表 肖战搭档李红一等实力派演员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作为优秀的演员 也是一位专注于拍戏的艺人 可以确定肖战还会继续进阻 但是具体并不清楚是什么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提出了质疑 也一直都在呼吁跟着官方走 肖战才说过这件事情 网上有人造谣肖战团队大换血 肖战和工作室都站出来辟谣 给出了一个忠心思想就是跟着官方走 如今网上出现了非常多肖战的瓜 可以理性吃瓜 在官宣之前 不要轻信 总之祝福肖战 还是老老实实期待肖战的新电影和热播剧吧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春节档上映 主演的经典制作三部曲 一直都在重播 登上卫视黄金档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早日杀青 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 再接再利 肖战藏海细林官方海报出炉 肖战背影有大侠风范 一时二月开机 近日 网上曝光了肖战即将主演 藏海细林的海报 看到了肖战的身影 不得不说肖战不愧是值得信赖和期待的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什么风格的服饰 肖战都可以完美驾驭 颇有古代大侠的风范 还是挺让人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网上爆料会在一十二月开机 照这个样子那就是射雕英雄传杀青后 就无缝衔接禁足 据悉 就在大家关注肖战新代言宝石龙的时候 网上关于肖战主演 藏海细林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 特别是曝光了肖战藏海细林的海报 单纯看肖战的海报 真有大侠风范 只不过是不是真的就不敢恭维了 另外网上一直都在爆料 这部剧会在一十二月开机 如今越来越临近一十二月了 是真是假很快就会有分晓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不太相信 甚至还在评论区里调侃 打着所谓的知情人的语气 爆料肖战新剧就是藏海细林 女主也确定了 没有看错 就是本人 太好玩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都没有官宣 一切以官方为准 专注自家和谨言慎行 一直都是大家的态度 总之祝福肖战 这段时间的肖战 一直都在剧组拍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 还没有杀青 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继续进组拍戏 这是肖战的初心和使命 只看肖战自己和团队如何选择了 肖战顺顺利利 继续努力 肖战藏海细林正式官宣 业内爆料众女星排队试镜 竞争力颇大 近日 网上爆料肖战即将主演的新剧 《藏海细林》得到了官宣 甚至惹来不少大粉报道 其中谈到的一点就是 该剧的热度和影响力非常大 吸引了众多女明星前来排队试镜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作为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大男主 肖战的位置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 大男主的地位不变 据悉 肖战拍完射雕英雄传后 就要马步停蹄奔赴新剧组《藏海细林》 已经置井了 12月就要开机 这样的消息相信所有人都看过无数遍 不是新鲜事 只等一个确凿官宣 另外业内爆料这部剧的竞争力非常大 吸引来众多女明星实力派演员排队试镜角色 无论是主演肖战还是导演郑小龙 号召力都很大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 跟着官方走 只看剧组和肖战的官方消息 不乱吃瓜 这种态度就非常理性 不过换个角度想想 肖战有很多作品都是先爆料随后官宣 之前的玉古瑶王牌部队等都是如此 代言商务方面也有很多例子 李宁保诗龙等 因此可以关注一下 总之祝福肖战 这段时间的肖战还在拍戏春节荡上映相信剧组上上下下都在马不停蹄工作中 天气越来越冷了希望肖战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保暖 别生病了也祝福所有的小飞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继续保持热爱 肖战顺顺利利 再接再厉 麒麟娱乐回应肖战辟谣声明 直言以取得肖战授权 一定要追责 近日 网上关于肖战工作室团队便更大换血仪式登上了热搜榜 肖战和肖战工作室都进行了辟谣 然而当事人麒麟娱乐居然直接正面回应肖战工作室的辟谣声明 直言自己就是取得了肖战本人的授权 不存在侵权 值得一提的是麒麟娱乐官方还扬言要追责 这可真的是无稽之谈 要知道在肖战工作室背后还有肖战本人辟谣 据悉 随着肖战和工作室辟谣团队变更 矛头指向的麒麟娱乐也直面肖战的辟谣声明 直言自己就是取得了肖战的授权 不存在造谣 甚至还要追究责任 这可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在肖战工作室的辟谣声明评论区 肖战自己都占据了前排 也呼吁不要轻信网上的流言蜚语 跟着官方走 警方上当受骗 这都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这种事情也着实很震惊 肖战自己都在辟谣 难不成肖战是假的 非常可笑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和工作室不止一次强调 专注自家和跟着官方走 造谣不可取 可是没有想到造谣者还如此理所当然 总之还是肖战自己所说的那样 跟着官方走 警方上当受骗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 一定要擦亮眼睛 时时刻刻保持清醒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 还是言归正传 把目光放在肖战的作品和舞台上 期待春节当上映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